竹林中学为了提倡运动风气 特别联合的市议员秋风瑶 以及SBL直篮球队 举办了寒假篮球娱乐营 吸引上百位钟永和国中小的同学 报名参加 参加竹林中学篮球娱乐营的小朋友 竟然有序坐在篮球场上参加实业室 为了强调运动健身 寒假期间 校方邀请SBL达星队 和新北市议员秋风瑶 联合举办篮球娱乐营 要给孩子们一个增进篮球技巧的最好机会 我们特别邀请阿新的教练 来教导大家在篮球完美的技术 所以除了现实以外 还可以学技术 都可以说到是一举两个人 球连中学人都在我们 函假结束前两天到这边 在整个周末的假期 这边办理这四个篮球娱乐营 主要就是我们本校的接触校友 许智超许总教练 也是我们中华南南的总教练 特别在推广我们所有的篮球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同学要这么热烈的相应 除了训练孩子们的篮球技巧之外 担任这一次活动总教练的许智超也表示 也想利用这次机会来寻找台湾的林书豪 让台湾也能够培养出本土的林来峰 进居美国NBA职业篮球队 我们外面玩过的海话就是有林书豪这一种 那我想林书豪这几年 这两三年近年来的表现 也对我们篮球国内的 不止国内两代的黄总 亚洲人这边得到很大的效应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标题 当然是篮球营出来的 就是寻找下一个人的出号 换 依达新队的队员担任指导教练 开始带着小朋友进行暖身运动 比较篮球选手训练的模式来进行 要让这一群孩子都能够在篮球场上 又成为第二个林书豪的机会 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